我們要先考驗一下各位 YouTube大家都看過 你按下Play之後呢 有一個地方 請問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 請問這代表什麼意思 畫質或畫素啊 那我們都知道 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品質越好 對不對 但是請問一下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另有點請 好 隨便 如果你回答完了 在上面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提交結果你可以送出 這樣也沒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影片嘛 錄影 那麼你傳到 一般我們都會介意各位用標準的 便用標準的有好處 如果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手機直拍啊 手機但是你是直拍的 橫拍比較沒問題 直拍的話是左右都是黑黑色的 這樣是不是效果比較差 看起來畫面比較小吧 所以我們原則上就是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會用標準的影片尺寸 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我現在還給各位囉 麻煩你回答看看 來 各位知道為什麼我剛剛知道大家回答的情形了嗎 有沒有每個都看得到 誰有交誰沒交一翻兩登碟嗎 打夠不是你答對 只是有交卷而已喔 所以你不要誤會了 我要來看一下這裡 其實我已經有公開了啦 各位你們要怎麼進到這裡 你可以重新重整一下這個畫面 各位應該會看到右手邊這裡有個進度有沒有 好你們也可以看到 因為我這個有開放好 所以你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是第三題就點上面 有沒有看到統計結果 你應該不會叫老師他當場告訴你說 那個圓頂圖要怎麼做吧 系統算好就好了 我剛剛講過符合預期嘛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可以回家你知道嗎 這個是影片高度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認為說那是寬度 但是更難過的是 竟然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老師這麼難 老師有這麼難的相處嗎 答案就是高度 不能再往下看呢 因為往下看到誰回答什麼 好所以 那我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為什麼那個是高度 其實你進來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做影片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這裡 你應該有發現就是他超過了720以後 有沒有後面都有一個HD 對不對 那我們先從下面這一個 這個是320x240 那一般我們VCD的話 是多少 352x240 所以大約是VCD的大小 那這個呢 就是640x360 也就是各位平常 比較常看到人家在 部落格裡面 或是一般文章裡面 有貼影片的那個size 有沒有有些文章 不是有把那個影片 砍入在裡面嗎 大概是那個size 那你在網上的話是多少 720x480 這個就是各位那個年代的 DVD的 我們那個年代是這個 我跟你一樣的年代的時候 電腦還要加裝影片影像加速卡 才可以播這個 那就很厲害了 那我們再網上看 HD就高畫質是1280x720 請問有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有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1080 1080指的就是1920x1080 一般這個我們稱作Full HD 也就是平常大家用的螢幕的解析度 再高我看到沒有 有 2K 4K甚至8K都有 那一般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 教學的錄影的影片的話 主要就是這兩個尺寸 1920x1080或1280x720 因為都是高畫質的嘛 這樣了解嗎 你說我再更高一點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但是檔案第一個檔案會大 第二個就是說傳輸上 你在編輯也相對會比較麻煩 以一般電腦現在能力來講 編輯這兩個都不太有問題 都可以蠻輕鬆的齁 就一般電腦就可以做得到 而且各位平常你們做的 就是那個手機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現在手機錄下來的畫面 大概只有他 是不是就已經可以到Full HD了 對不對 你們現在手機錄下來就Full HD了 不要小看你的手機 現在確實就合了 好所以 我們在這邊要特別提出來 是因為今天本來就是要做影片 所以你最好要能夠知道說 到底要做的尺寸 當然 如果你是在 一般筆記型電腦 如果是接投影機的話 會有一個情形出現 有沒有發現畫面會縮小 你們平常如果用筆電 去接這個投影機 會不會縮小 會 它有可能會變成 1024x768 因為有的 比較早期的投影機 就是沒有辦法支援比較高解析度 它就會自動降低 會有這種心情 那其他的如果說你是自製的 就在自己電腦上直接這樣錄的 你錄得上比較不會有 就是那個尺寸出現 這樣有沒有長知識了 就算今天不會錄影 這個也要知道嘛 對不對 好